小可 许仙 许公子 敢问你的眼睛是如何生病的呀 小的时候 家父就希望我考上一个进士 于是我就拼命读书 读着读着就读成了个进士 那你有没有想办法治一治呢 有啊 我出来采药 就是为了治疗自己的眼疾呀 那采到药了吗 当然了 你看 这是我采的野生生 这是西洋生 公子 你拿的这些都是红薯诶 胡说 这个才是红薯 这位公子 你看错了 这些真的都是红薯 哎呀 姐姐 你的脸怎么红了 你过敏了 小青 你不懂 你还年轻 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 你就会明白 我的内心是怎么想的了 小青 小青 公子眼睛不好 把你的胆取出来给公子明明目 你疯了 姐姐 你明知道我胆小 大哥 你看 哪有两个姑娘 两位娘子 跟我们同有西湖可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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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住手 你们两个歹徒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调戏梁家姑娘 两位姑娘 快 跟我跑 哎 哎 哎 公子 我 我们在这呢 姑娘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快快快快 跟我跑 放我出去 小娘子 没有人保护你们了 那你就跟我们游西湖可好 哈哈哈哈 去 教育教育他们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牛眼铁 你是不是吃死 如果你们两个人再让我看见的话 我就让小青吃掉 Jessica 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姐 你腰会 太毛浪了 姐姐 这个呆子怎么办 修瑶这么说话 嗯 我觉得她正直可爱 还心地善良呢 我打算把她的眼睛治好 不行 姐姐 你想过没有 你要把她的眼睛治好 她就看见你了 她看见你她不吐吗 她不跑吗 她不自杀吗 够不了这么多了 姐姐 放我出去 我看见了 刚才拦我的墙呢 你们两个歹徒 把那两个布袋整哪去了 许公子 我们两个是姑娘 歹徒已经跑掉了 跑掉以后呢 我姐姐啊 把你的眼睛治好了 你才能看见呢 真的呀 多谢姑娘医治之恩 许公子 我姐姐 治好了你的眼睛 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看 她长得好不好看呢 一般 那我呢 姑娘你长得真好看 你还好看 我应该是帮助 我应该看你 你很想看 我